1816年 伦敦牧师 罗巴特斯特林 提出了一种 活塞式热气发动机 斯特林发动机的构想 这是一种外部加热的 B式循环发动机 斯特林发动机 适用于各种能源 包括液态的 斯特林发动机 也有它的缺点 哪位同学知道 你知道吗 斯特林发动机的缺点是 由于它的热源来自外部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